大家好 那蘇跑的活動在今天已經開跑了 首先遊戲內左上角古神遺跡 有一個輸送快樂的關卡 那裡面只要消耗20的體力 就可以獲得一些肥料跟小妹這張卡片 除此之外蘇跑跟神魔的合作 你去超商買蘇跑的時候 就會發現蘇跑上面有一個神魔的合作標籤 很多人看到這個的第一個想法 就是想要把它死下來 包括我 當然我沒有啦 稍微說一下 死下來是沒有用的 因為我買回家之後才發現說 其實真正的序號在杯蓋的後面 所以想買的玩家們也不用擔心 但是想貪小便宜的人 也就不要再做傻事啦 買完蘇跑運動後 打開你的蘇跑 你就會發現杯蓋後會有序號 那要去哪邊登錄 在標籤上都會有活動網站的網址 以及我影片的內文 我也會幫大家附上活動網站的網址 進去活動網站之後 他會先講一些基本的活動內容介紹 然後他就會要求你輸入遊戲的UID 以及活動驗證碼 那之後就是要你輸入我們的虛號啦 那虛號有說虛號在杯蓋上面 所以玩家們只要打開你的杯蓋 輸入虛號就可以順利對賞 那可以對賞的獎項有這18項 那最好的就是這個 魔幻寶石系列角色一套 一套就是8張你全部都有 我猜中這個的機率一定非常的低 但是一定也有人能夠中這個啦 對一定還是有人會中這個 但是應該不屬於我吧 呵呵 但這個抽獎就是你買書跑的時候額外奉送的 所以如果你是平常有在喝書跑 或是平常有在喝一些運動飲料的話 其實可以配合這個活動 等於你平常就會喝書跑 但現在你喝書跑又會有額外的抽獎機會 不管這個獎品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但是有中比沒有好嘛對不對 但如果你是很不喜歡喝書跑的話 那你就知道問身邊有沒有喜歡喝書跑的朋友們 然後跟他們把瓶蓋全部都幹過來這樣子 呵呵 你成功對賞之後你是有對賞的賬號嘛 那你那個賬號裡面你就會有額外的一個關卡 那那個關卡的話 玩家們還可以去額外的挑戰 跟之前肯德基就是排行競賽是差不多的感覺 打完之後會根據你的時間回合 平均combo以及最大傷害 來去做一個分數的評分 那那個分數的話也會有一個小小的排行比賽 而且這次的前200名 除了50顆魔法石之外 還有一個龐貝的公仔一隻喔 即使你對轉租沒有自信 那五獎的名次只要9500名到14500名 我覺得這還是很有機會的 因為畢竟他這個 他這個關卡是你買一個瓶蓋才能夠挑戰一次 瓶蓋你到活動網站抽獎之後 遊戲列馬上關卡就會有了 而且他是不消耗體力的 所以其實沒什麼損失啦 你就換完之後加減打一次 而且這個免費體力的關卡 你首次通關還是會有一顆的魔法石 那再來最後還有一個額外加碼的幸運大抽獎 玩家們假如剛剛輸入序號碼 他就會自動參加這一次的抽獎 所以你剛剛有輸入這邊就不用管他了 就有機會抽中iPhone11以及iPad 而且他的名額是各5個啦 所以應該是iPhone送5個 那iPad送5個有共有10個名額這樣子 那最後也希望說大家能夠幸運中這個獎賞 好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自己我自己 我特地去買了兩罐 然後我是除我那個情死亡的無課的帳號 因為最近真的很缺失痛 結果我第一個中萬年 然後第二個有中捨度是比較開心 但是我現在比較缺失的啦 好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也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下部再見囉 掰掰